自古以来 江南大富翁沈万三的水下墓葬一直是个谜 这个与秦始皇陵和乾陵齐名的墓穴 据说蕴藏着与其身家数额相当的巨额财富 但却从未被人发现 直到近日 四川明江考古队意外发现一座水下墓葬 墓中的奢华陪葬品与其墓主的身份显示 这极有可能就是传说中沈万三的墓穴 一个宁静的小山村 村民在江边意外捡到了一块大银钉 当晚 几名盗墓贼潜入水下 竟然捞起一枚五十两的金钉 消息传开后 许多村民放下农火 蜂拥到江边寻宝 场面一时十分热闹 有人猜测 埋在江底的 正是明代首富沈万三的墓穴 这些金银都是他的陪葬品 还有人说 这可能是明末农民军张献忠留下的宝藏 为证实墓主人是沈万三 考古专家立即展开挖掘 然而发掘过程并不顺利 专家发现 这批珍贵文物 居然保存完好数百年没被盗 墓穴终极 有可能设有机关 这让专家们更加谨慎 清理过程中专家们发现一块刻 天顺两年的金子 天顺是明成祖年号 成祖金子怎会出现在此处 而且出水文物虽价值不菲 却很难证明墓主人身份 种种迹象表明 这个墓穴绝不简单 随着发掘的深入 考古队伍发现 墓室内竟然铺设有复杂的机关 只见墓室四周布满暗门 地面和墙壁上还刻着诸多机关图样 一些机关甚至还在运行 专家们不得不停工商议对策 经过反复推敲 考古队采取最稳妥的方式 使用各种专业仪器进行探测 同时派出机关破解专家进行研究 在稳步推进中 大家发现这个墓穴的设计极其精巧 从墓道到墓室 几乎每一步都设有机关关卡 其中最令人惊叹的是 墓室正中放置一口巨大的石棺 四周环绕着数十件瓷器 上面精美绝伦 然而这些文物竟然通过细丝与石棺相连 一旦有人移动文物 就会触发机关 关闭通往下层的通道 沈万三明朝开国功臣也是当时的首富 他在明太祖手下效力立下汉马功劳 后来积累了数不清的财富 成为当时的巨富 然而他富克敌国的财富 却也成为他引火烧身的导火索 关于沈万三的财富 我们现在只能从一些历史记载中烧之一二 比如他家中的焦书先生 每写一篇文章就可以得到沈万三二十两白银的赏赐 这在当时可是天文数字 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几十万元 还有一次 明太祖要修建明城墙 调动全国人力物力达数月之久 结果沈万三一家就完成了三分之一的工程量 可见其财力之雄厚 另外 明军百万大军需要靠赏 沈万三主动承担此事 称每人只要给一两黄金就可以 总共两百亿对他来说是小意思 种种迹象表明 沈万三的财富已经达到了令后人震惊的地步 但是 沈万三的骄横跋扈 终究招致杀身之祸 他儿子卷入叛乱 沈家老小泉遭灭门之灾 尸体被丢到云南腐烂 这位生前号令天下的巨夫就此化为黄土 然而他的墓在哪里 至今成迷 有人猜测 沈万三被处决后 家人暗中将他运回天津下葬 因为在他死后 天津一带发现大量金银珠宝 据说就是沈万三生前埋下的财宝 这说明沈万三早有准备把大批财富藏在故乡 也有人认为沈万三不可能被运回天津 他生前作风太嚣张 只能就地草草掩埋 而他的千金财宝是否还埋在墓中更是无从计考 除此之外 还有人提出新的看法 可能沈万三在云南被处决后 其家人利用关系 暗中将他运回江南老家 埋在他出生的村庄 那时事逢战乱 明廷管制不严 加上沈家在本地也有影响力 所以能够秘密下葬 附近村民虽然知道墓地的出所 但一直对外保密 直到今天 那个村庄传说有 万金墓就是指沈万三的墓 只是无人知晓 墓中是否真的藏有他生前的财宝 经过精心筹划 考古队决定孤注一掷 前往传说中的墓所在地 明江口探险 江面两万多平方米 波涛汹涌 要想进行发掘 必须先抽干江水 这项空前绝后的大工程 需要用上二十台大马力的抽水机 日夜不停地工作四个月 才勉强排干这片广袤的江面 在江床上画出重点区域后 大规模的发掘工作正式展开 考古队员们战战兢兢 生怕漏过任何一件微小遗物 传颂带旁 考古专家们目不转睛地 检视每个碎片 与此同时 排水沟旁的工作人员 发现了一枚明朝银钉 可以确定它与沈万三 是同一历史时期的文物 随后更多的精细接踵而至 考古队先后发掘出金银珠宝 铜钱镶嵌宝石的银器 一个个金顶 五花八门 琳琅满目 这实在太令人振奋了 仿佛一口气打开了一个万年不动的聚宝盆 也只有传说级的富豪沈万三 才会拥有这样数 也数不清的无价之宝 然而考古队也在这场发掘中遇到了一连串谜题 为何会发现一枚日本流通的宽庸通宝 为何会有一块刻天顺两年的金子 这些外来文物的出现似乎说明 沈万三当年的交往并不仅限于中国境内 在聚宝盆之下 还隐藏着怎样复杂的历史故事 考古专家们陷入了深思 经过五个月的不懈努力 虽然出土的文物已经堆积如山 但牧主身份仍然沉迷 按理来说 如果真是沈万三的墓 里面应该能找到巨大的官国才对 然而至今却没有发现任何官国的踪影 这又令考古队泛起了难 难道传说中的墓主 其实根本就没有在此下葬 种种疑问盘绕着专家们 墓主的真实身份 似乎必须要通过后续的发掘 才能弄清 尽管还有许多未解之谜 但考古队已经从这片传说之底 发掘出价值超过五亿的馆藏级文物 这批出土文物的清理和保护 也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五个月过去 墓主仍是一个谜 发掘文物价值五个亿 但考古界没能证实 墓主及沈万三 寻宝之路波澜不惊 墓主身份称最大一团 专家们虽历尽艰辛 却无法敲开这扇神秘大门 宝藏虽丰富 墓主身份才是真正的宝 整段寻宝之旅 虽收获破风 却不得要领 我们期待有朝一日 历史的迷雾终能揭开 墓主之名水落石出 这次发掘行动从一开始就非同寻常 专家们在现场目睹的景象就极为离奇 在驻地北边站着一只石虎 它的目光竟然正对着远处的发掘现场 这石虎好像在守护着什么珍宝 又像在注视着专家们的一举一动 当地流传一个民谣透露寻宝线索 只要找出石牛石骨 就可获得无数金银财宝 民谣中的提示令人捉摸不透 专家们苦苦搜寻 却一无所获 就在此时 警方成功抓捕到盗墓贼 打开其藏宝箱 竟有虎扭金印 这是否就是盗墓贼冒着生命危险 进入水下世界的目的 发现第一个银定的那一刻 专家们热血沸腾 他们小心翼翼清洗银定 希望能找到关于墓主或年代的线索 但银定上只留下朦胧的年代标志 墓主身份仍然扑朔迷离 日本通用钱币的出现 也让专家们感到意外 经过推理 墓主的财富之巨大 外流海外也在情理之中 这证明墓主曾经拥有惊人的资本实力 可具体身份依然成迷 发掘出的金银珠宝 数量惊人 种类之全面 从未见过 这庞大的宝藏 昭示墓主的权势地位 但姓名确凿无忌 一系列看似近在咫尺的证据 都没能指明 墓主就是传说中的沈万三 经测于墓窍 都是极为珍贵的文物 他们似乎就要揭开这场寻宝之谜 然而考古过程波折重重 五个月过去了 墓主的身份还在迷雾中 此次发掘获得了亿万元的文物 却没能找到最关键的一笔墓主姓名 寻宝路上困难重重 但探索的激情从未减弱 学姐期待总有一天能释然此谜 让历史名人的故事重见天日 我们相信真相就在眼前 需要的只是时间和毅力 哪怕过程十分艰辛 寻宝的脚步也永不停止 关于沈万三的传说 至今仍然众说纷纭 他究竟是拥有巨额财富的富豪 还是传说中的虚构人物 他神秘的水下木是否真实存在 这一切仍然充满了未解之谜 我们对历史的探索 往往伴随着无尽的疑问 沈万三带给我们的启示 不仅是财富的意义 也在于权力的滋味 金钱与地位常使人迷失自我 唯有谦虚低调 勤勉上进 方能长胜不衰 历史的真相永远模糊 我们所能做的 就是保持敬畏和理性 不断探索 也许终有一天 这些谜题的答案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展现 在那之前 让我们继续努力 寻找属于我们这代人的生命意义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